歡迎收看GTRA ULTRA 之前也有介紹 Nokia 入耳式耳機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這條影片 最近再收到 Nokia 新出的 P3802A 真無線藍牙耳機 擁有 ANC 主動降噪 而且單元方面增加到 12.5mm 這個時候,不如一起來看看開箱吧 好,一起來看看開箱的部分 開箱之前也有看看盒子 正面有耳機和充電器 旁邊有盒子盒 後面有國外國人戴著耳機 這裡也有一句,Slogan Listen to Every Detail 稍後再看看有多細節 打開盒子 揭開後就會看到耳機,很快就拿出來 耳機外形有少許耳柄 還有耳套 另外充電盒 整個都是黑色的 正方,然後是圓邊 還有一條繩子 然後到下面看看什麼 耳膠一袋 還有USB Type-C 充電線 再揭開海綿底 耳機,就會有Menu 還有保養證 好,開箱部分就來到這裡 好,看完開箱部分 現在看看充電盒 充電盒本身的設計相當樸素 整個盒子都沒有花紋 整個都是黑色 這次Nokia 耳機有兩款顏色 一個是我手上的黑色 另一個是藍色 盒面印上Nokia Logo 另外有一條繩子 這條繩子的作用不大 整個盒子很簡單 後面有USB Type-C 揭開後就立即看到收入耳機的槽位 整個耳機就放進去 另外兩點的接觸點 充電接觸點 而中間這個部份 有一盞很小的LED燈 另外還有LR的字樣 整個充電盒相當簡單 它的揭蓋也是揭起了 不算太容易跌下來 但一搓它都會跌下來 這裡大家可以留意 耳機放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立即就能充電 就是這樣 再看看耳機 耳機方面 今次的外形分成兩部份 一個是腔體部分 另一個是耳柄 而腔體部分 當我揭開耳套 就會覺得似乎相識 看起來就像Apple的Airport 今次耳機有3個收音咪 官方說到通話質素很好 稍後就會重宅 做一個實測 讓大家看看 今次的通話質素如何 另外說到耳膠 耳膠方面 我覺得它的設計不錯 除了用耳套方法 令整隻耳機的防滑增加了很多 另外 前端的位置就是耳塞位 耳塞位置相當柔軟 可以解決開放式設計的隔音問題 因為下了耳膠關係 整個物理隔音做得不錯 如果選擇了耳套 7成的隔音都可以做得到 再開啟耳塞主動擴控 可以使得持續低頻 風扇聲或冷氣機聲 都可以解決 再加上康體的設計關係 沒有硬的管道 去塞入耳窩 全靠很柔軟的耳膠部分 變成你戴上來壓力非常少 而且感覺上很輕盈很舒服 這個位置完全可以藏入耳窩 我戴起來的時候相當牢固 我覺得配戴感上 挺滿意和舒服 這次用到這個小小凹位 做一個觸控 觸控手勢我稍後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說說規格方面 今次藍牙版本是用到5.1mm高 Audio Codec就有SBC 另外用到12.5mm 複合式震膜單元 單元方面都算是幾大 IPX 去到5級 基本上汗水和一般的淺水潑濕都沒問題 續行力方面相當驚人 這也是今次耳機的很大的賣點 耳機單次充滿電 如果你關掉ANC的話 是用到6.5小時 而充電盒可以回充32.5小時 這個數字真的很驚人 開啟ANC的話 耳機就用到5.5小時 開啟ANC的充電盒可以充到27.5小時 整個數字聽起來都相當滿意 基本上至少兩天都不需要充電 差點忘記跟大家說 今次Nokio 的耳機 可以左右獨立單邊使用 以此即是 當你戴上兩邊耳機 任何一邊放回充電 另一隻就立即切換成主機 這也是相當方便 而且不錯的優點 來的 講講操控方面 今次耳機採用Touch Control 設計 基本上它的觸控反應非常靈敏 還有手勢操作都十分簡單 現在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兩邊耳機都可以播放音樂 其他一邊耳機拿上來 按一下就是播放 再按一下就是暫停 按三下就會叫出語音助理 如果你有用Google Assistant 或者Series 這個功能是非常方便 而左邊耳機按緊兩秒 就是減低音量 右邊耳機按緊兩秒 就可以增加音量 而右邊耳機按兩下 就會跳下下一首歌 但這次沒有了返回上一首歌的功能 如果大家需要跳上上一首歌 就要拿手機出來按按鈕 而開關ANC、Ambment Mode 和Long Mode 用左耳機按兩下 去做切換 相當之簡單 循環這樣按就可以做得到 既然講開ANC主動降噪 亦都分享這三個Mode 給我的感覺如何 基本上使用了ANC主動降噪 大部份的低頻都可以選擇 剛才也提及過 風聲或冷氣機聲 我比較關注的是 它使用出來的感覺 基本上三個模式去切換 都相當自然 不會突然開啟ANC主動降噪 就有一個封閉耳機的感覺 另外,Ambment Mode 和Long Mode Mode 分別比較少了一些 我覺得聽起來 就是這個MX Mode 多了可以聽自己的聲音 和了解現場環境 而Long Mode Mode 就是一般 純粹靠米格音的一個Mode 我會覺得Long Mode 都可以日常在街上使用 沒有問題 而ANC Mode 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一個很吵的冷氣機聲 或者搭巴士或火車時使用 就會比較適合 好,來到聽感的部分 大致上用了一個禮拜左右 一般來說 我在室內或室外 都有聽過 整個聲底給我感覺是溫馨自然 清晰不會胡麻一舊 音場和空間感表現都是適中 音色表現屬於細膩那種 三頻是平均 聽上去都是頗舒服的 一些都不會覺得炒耳和刺激 尤其是我聽到莫文偉的歌 他的鋁聲都頗出 頗貼意 中頻和高頻表現都是合格 至於低頻量感和力量 都是頗強勁的 如果你是喜歡低頻量感多的朋友 這對耳機都可以滿足你 另外的低頻也是夠彈性 雖然未做到完全有打心口的感覺 不過聽一本流行曲 Live 或歐美節拍法的歌曲 表現得非常豐富和活潑 加上配戴感相當牢固的關係 基本上你用來做運動時 聽一些upbeat的歌曲都頗不錯 至於看片方面 稍有少少延遲 嘴型上有一點都跟不上 感覺好像差了零點幾秒 但對於我來說 影響不算很大 另外連線方面 我下班也是乘巴士或火車 暫時未有發現斷線的情況 至於通話質素如何 現在立刻做實測給大家看 好, 現在出到尖沙咀 正在這套戶外實測的人 正在左奧子帶著 戴著Lokia ANC 主動按鈕耳機 今天出到尖沙咀 展示附近環境 剛剛走過馬路 左右軟是帶著 下10%大概來到這裏 大家準備 好, 最後來回總結 這次Lokia P3802A 給我的感覺 配戴感方面 我覺得頗不錯 隔音方面 因為有前面軟綿耳膠 可以解決了AirPod開放式設計的問題 因為加了耳膠 就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隔音 它的康體沒有一個硬管頂住的耳道 如果不喜歡很深入耳道的朋友 其實這款耳機戴上去是頗舒服的 對於你們來說 而且它這個康體都夠大 可以完全藏入耳窩 我戴上去的時候 整體來說是很舒適自然 因為都是夠輕身的關係 我覺得它的配戴感真的頗不錯 我再再提一次 另外它擁有ANC主用鋼槽 它的切換是很自然 不會突然開啟就封住耳朵 對於我來說也是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有時耳機的ANC主用鋼槽都太厲害 你一開啟後 好像封住耳道 好像耳紋的感覺 也頗不舒服 另外 Touch Control 的設計 觸控面板是相當靈敏的 顯然你輕輕插入它就已經可以了 手勢操作都相當容易上手 通話質素也是清澈 效果也是滿意的 另外 Bluetooth 用到 5.1 連線都是非常穩定的 我也是很滿意的 聲音方面是自然溫馴 有一定的低頻量感 我會覺得簡簡單單 休閒聽聽歌 體驗一下主動鋼槽 帶來的一份寧靜的感覺 這次的耳機也是不錯的選擇 另外售價只需要 $599 集齊以上功能 這次 Nokia P380 2A 都頗值得考慮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購買 就不妨留意一下影片的描述 我會放下連結給大家參考 今次開箱評測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還有打給留言 如果你未訂閱的話 希望你能夠訂閱我的頻道 就可以隨時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我們下條影片再講過 拜拜 下條影片 解決 裁判 發芋 那麼 也請